我们做练习的时候 大家就注意 我们右手先弹 左手再拆 那么我给大家示范一下 那么我数 12345678 12345678 12345678 那么从第二下左手开始拆 第一下是右手弹 我们一起来试一下 好不好 就像我刚才这个频率 不要快不要慢 好 一备 起 234567 换 345678 345678 45678 345678 好 很好 那么弹到哪个音为止呢 那么这回不用弹到最低音了 因为我们根本够不到那个音 那么一般来说我们弹到下加一点的咪 这个畅音练习畅到咪为止就可以往回练了 为什么呢 因为太低的音在我们初学阶段用到的极少 因此大家可以手指练习练到下加一点的咪为止 还有的小朋友 还有的小朋友或者就是同学 大家注意一下 不要成这样的一个姿势 那么一定要注意 我们的手心是圆的 可以握一个鸡蛋在里面 好 那么这个练习呢 大家在着握了之后呢 可以慢慢慢慢在这个基础上加快一点点速度 5 6 7 8 5 6 7 8 好 可以再快一点 好 一点一点加快速度 慢慢的就最后练到我们正常叉音所需要的这个速度 那么在初学的时候 我们大家只看着谱子 谱子上有标记的音 我们才进行产音 大家可以把我们前面学过的一些简单的小曲子 那么中间带有长音的 那么大家可以回头再把它挑出来 我们加进去产音再练习一下